床王日當午,漢迪和下土,誰知盆中餐,粒粒皆辛苦 這一首家如戶曉甘閩農,相信大家就聽得多 客家話的息梁瑤,你又聽過了嗎? 我們一起去欣賞一下 這首將古詩閩農,巧妙用於童謠開頭,節奏輕快,朗朗上口的客家童謠 就是由台山市赤溪鎮中心學校和赤溪鎮新時代文明實展所共同創作出品的息梁瑤 在創作過程當中,學校通過組織學生體驗收割、曬谷製作堂烏的過程,令學生親身體驗糧食的珍貴 經過半個月的作詞編曲、彩排和拍攝,最終推出了這首童謠 前段時間,我們特種書記提出叫做節奏糧食 我們就想自己根據我們客家文化這方面去創作一個符合我們小朋友 演唱那些教育釋養業,就想從我們學生時代的培養去節奏糧食 精釋糧食這種好習慣,從這個大背景之下我們有這種思維 赤溪鎮有著獨特的客家語言和民族風情,學校根據本地實際 大力弘揚客家人,勤勞健撲,黑虎尚進,專師宗教,愛國愛鄉的優良傳統 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赤溪教育品牌,令學生在全唱時受到分圖,養成 例行節奏,生時尚,度絕餐飲浪費的好習慣 我們本身,我們客家人都是由這種客家精神 都比較拳拳節奏的,實際用我們客家身高這個傳統文化 據悉,在今年疫情期間,學校也曾經推出過客家童謠房奕哥 以此為基礎去繼續推廣發展,創作出本次的《適量謠》 駿ão 駿 CN 感谢观看